10月30号上午,海内外实施级青年共同的家,世界实施青年联谊会在实施正式成立,并选举出第一届理监视会成员,李盛波当选为首届会长。 会上,筹备组做筹备工作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世界实施青年联谊会章程草案和世界实施青年联谊会选举办法草案,并选举产生世界实施青年联谊会第一届理监视会成员。 同时,会议通过聘请世界实施青年联谊会第一届理监视会顾问。 据悉,作为著名桥乡,一批批实施级海内外乡亲闯荡南洋,搏击伤海,凭着爱拼感应的闯境和干境,在世界各地开创了一番事业。 海内外实施级年轻一代在新火乡船中也已茁壮成长,世界实施青年联谊会应允而生。 世界实施青年联谊会成立后,将同心祝梦,后执家国情怀,继承发扬老一辈爱拼感应,炼祖爱乡的优良传统,广泛凝聚海内外实施级有为青年,积极投身家乡经济社会建设,让蓬勃青春与家乡情怀同频共振,在实施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中同祝梦,共荣耀。 同时发挥优势,永担时代之责,推动实施与世界各地的联系交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做永利潮头的商业新锐,当好实施对外交流合作的友好使者,成为新时期团结全球乡亲,弘扬敏伤精神,讲好家乡故事,支持家乡建设的联心桥,智囊团,助推器, 将实施青打造成广大实施级青年的温馨家园,为海内外实施青年才俊共同成长进步,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 东南传媒香港报道